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林熙 那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继续来讲第三章的第三部分 就是数字证书的应用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讲了一下PKI 也就是数字证书 它的体系是什么样子的 CA机构都有哪些功能 什么是数字证书 怎么样验证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个 在电脱商务当中应用最多的一个协议 也是最完整的一个协议 它是怎么样利用证书来完成商务活动的 对吧 那么上节课题说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是如何把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 以及哈希海术 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PKI的基础设施 一个CA的认证机构 一个整个的一个证书的一个体系 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是有了证书 我们没有说到这个证书 是怎么应用到我们的电子商务过程当中去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应用当中最广泛的SET协议 那么什么叫SET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它不是由技术机构开发 也不是由ISO开发的 它是Visa和MasterCard开发的 那么我们知道Visa和MasterCard呢 它是信用卡的组织 所以说他们俩开发的这个协议 其实就是为了在internet上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时候 如何使用信用卡来支付 而设计的这么一个开放的一个规范 那么它设计这个规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保证商家 消费者和银行之间 他们之间在网上可以互相进行认证 保证交易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以及不可抵赖性 就是说你使用SET协议 那么你就是不能抵赖的 它不像刚才我们上年课讲了 对吧 你要是PKI本身这种CA 它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这种不可否认性 但是SET是可以的 而且为了方便 它特意设计了一个双重数字签名 可以保证消费者不把银行卡卡号暴露给商家 那么商家呢又不能知道 这个银行呢 又不能知道消费者的购物内容这个优点 所以说这个SET协议 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那么我们说SET协议的安全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验证持卡者商家和收单行 他们之间的认证 以及为这个支付数据提供相应的保密性 同时保证这些支付数据的完整性 为了达到这些 他定义了整个这个服务的算法和协议 那这就是SET协议的目标 那么他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呢 我们说包括了这几个 第一个加密算法的应用 当然加密算法主要还是对称加密算法 非对称算法 然后证书的消息和对象的格式 就是说基于证书都有哪些消息 以及不同的格式 那个对象它的格式是什么 还有购买的消息 勤款的消息和参与者之间的消息的协议 那这是SET协议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啊 然后呢 总的来说 SET协议分成三大部分啊 我们知道三个大部分 第一个 商业描述 这就是说 我基于SET协议的商业背景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交易 这是商业描述 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正式的一个协议部分啊 产出的协议都是哪些部分怎么组成的 那么第三部分 是程序员指导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它是为了编程序实现 特意加了这个程序员指导 包括了三个部分 和服录 主要是系统设计上怎么考虑 证书管理怎么管理 支付系统怎么样来生成 我们说这是SET的规范当中的三个主要部分 然后呢 我们说SET协议有些主要的参与者 就是SET协议 它是一个基于卡机支付的一个协议 所以它规定了主要的参与者 第一个就是要有持卡人 因为我刚才说了 它是卡机协议 它是基于信用卡的 所以它有一个持卡人 然后呢 有持卡人就要有发卡行 那么有发卡行之后 还有特约的商家 就是说这个商家 就是可以接受你刷卡服务的 这些商业机构啊 然后那么有刷卡行就要有收单行 就是经常情况下 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刷卡的时候 我们刷的卡和收卡的人 并收卡的这种银行 不一定是一个银行 所以要有收单行 那么在发卡 在这个商家和收单行之间 还有一个支付网关啊 这个网关是要处理这个支付卡的授权和支付的 然后还要有一些金融的品牌啊 比如说你是工行的 你还是建行的 还是招行的啊 这是支付卡的品牌 所以说对于赛德协议来说 它有这几个主要的参与者啊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还规定了一个这个啊 就是第三方 那么其实第三方可以就是网关啊 网关可以是第三方 但是第三方可不一定是 一定是金融机构啊 所以说这地方没有做区分 它只要是在商家和这个收单行之间 都可以是第三方啊 这是支付系统的参与者 那么对于赛德协议来说呢 它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啊 那么其实大部分技术 我们都是讲过了 第一个对陈加密技术 我们讲过了对吧 第二个非对陈加密技术 第三个还是算法 这三个是主要的密码学的算法问题 然后在这个三个算法之上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对吧 什么是数字信封 什么是数字签名 以及什么是数字证书 那么对于赛德协议来讲 它多了一个 叫做双重数字签名 我们下面会介绍什么是双重数字签名 所以说前面三个 后面三个 这六个都是我们用过讲过的 那只有双重数字签名 是我们没有讲的啊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呢 对于这个证书发行 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证书啊 跟他说过 我们说它有好多是 不同的这个参与者 那么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证书 对于赛德系列来讲 这个特点啊 就是说所有参与方都需要有相应的证书 吃下人证书 商家证书 支付网关证书 收担行证书 发卡行证书 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有证书啊 这个证书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数字证书 也就是x.509证书啊 这是证书 那么对于他来讲呢 他这个赛德协议 他其实就是一系列的这个消息和应答 就是说我们说的request和response 就是说请求和回答 这么一个信息对构成的 那么他定义了一个完整的电子交易过程当中 我的信息流和资金流 在这三个之间是怎么样流动的 就是说消费者商家和银行 他们三个之间这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如何流动的 他定了一整套的这个流程啊 很详细很规范啊 完全支持商务交易 我们下面看一下啊 那么这几个信息流程 这个信息结构包括六个部分啊 第一个交易初始化的请求 第二个购买指令 第三个就是授权授权指令 第四个是付款 然后赤卡人查询和赤卡人登陆 这六个大的部分啊 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我们看 这是赤卡人啊 这是商家啊 这是支付网关 那么行也就是收担好都可以 那么第一个这是初始化 然后呢 这是这是购买请求 购买请求之后 这是授权 这是支付 然后最后是查询 那么这就是几大块 他们之间互相的位置 以及他们的这个先后顺序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是赛的交易的步骤 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交易初始化请求啊 交易初始化请求呢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赤卡人当他选定了货物之后 他又进行支付 那么这时候他就会发动一个赛的请求 那么这个和平时不一样啊 平时我买东西商家先发 先要求收款 那么这个地方 赤卡人赛的协议 使用赤卡人 率先发动赛的请求了 那么他会有一个请求的信息 那么商家会返回他响应的信息啊 这是请求 这是响应 那么对于请求信息来说 他主要包括这个啊 第一个 brand ID 就是这个赤卡人的品牌 然后呢 交易所在地 然后呢 这是他的一个指纹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个摘要啊 每张凭证都有一个摘要 然后呢 这是赤卡人的一个口令啊 然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 福威达 就包括了 哎 那么他如果交易实现 他就会有一个 trans ID 那么这就是交易的ID号 包括了 包括了商户的数字签名 日期证书和赤卡人 以及商户的口令等等啊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们发出了一个出水化的之后 由于我有证书 赤卡人有证书 商户有证书 所以说当赤卡人收到回答信息 就是这个response之后 他就可以判断出来 我这个商户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受货商啊 就首先完成了认证性的事 如果认证性的通过不了 那么下面的交易就不用进行了 那这是第一步 第二部分 认证好了 我东西也选好了 下面我就发出购买指令 那么这个购买指令 是最为复杂的一块 大家一定要好好说 好好听 那么对赛的协议当中 其实有两个地方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一个是购买指令这一块 另外一个是持卡人注册那一块 这两块都清楚 其他地方就相对来说容易了 那么对于这个购买指令啊 我们说他的在请求当中 有两个主要数据 顺便是OI和PI OI和PI 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是一个缩写啊 OI就是Oder Information PI就是Personal Information 就是说订单信息和持卡人的信息 这两块啊 那么先看这个OI啊 那么OI就是订货信息啊 那么订货信息在网上不比不比现实称号当中 哎呀我有订货单啊 我拿了货 那么网上一定要对订货信息有处描述 所以说包括了一个trance ID 这个ID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返回的 然后品牌时间 这个是商户的密码 这是那个 这是持卡人的密码 这是商户的密码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个nonsense 这个nonsense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再说什么叫nonsense 或者什么叫odisoft 什么叫撒盐 撒盐是个干什么事 其实这样啊 我们在进行这个处理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啊 我们上回讲过啊 这个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说他这个地方呢 我们他说 呃 那个 那个 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说 他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你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当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在登录一个系统的时候 要输入用户命令嘛 对吧 那么输入用户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一般是保存的 这个数据库当中做验证的时候 保存的不是密码的原文 对吧 而是他的这个哈希值 那么哈希值的话呢 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比如说我的密码是1234 那么他产生哈希算法 一般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1234产生哈希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很容易被这个黑客用这个暴力攻击 或者字典攻击的方法来攻击 因为常用常用的这种密码组合就那么多啊 而且相对比较好 比如说生日啊 比如说数字啊 这种东西 他就很容易被攻击到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经常做的就是 哎 加入了一个NOS 这个NOS是什么呢 这个NOS是什么呢 他就叫做Number Once 就是Number used to Once 就是只用一次的一个数啊 就是个随机数 那么我把这个随机数 当你去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server会发给你随机数 那么这个当你在数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你会把这个随机数 还有你自己产生了一个随机数啊 就是就服务器发给你随机数 你自己的产生一个随机数 然后呢 你把你的用户名密码 以及这个东西呢 用这个随机数给它做过去 这样子的话呢 好处在哪呢 就是说哎 好处他就不会在 就比如说我是1234对吧 我加了个随机数是1 那么我们知道 哈希函数的特点是 如果改了一下 它这个密 这个这个哈希只有很大变化 所以说这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 再用字典攻击 来攻击我们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就是用这个随机数来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下来看啊 那么这个OI当中 它有一个交易识别码 有个交易的识别码 有个这个品牌银行 有日期 有这个客户 还有这个NOSIS 还有一个商户订单信息的一个哈希值 就是整个的订单 不管买了一样东西 多样东西放在这里 然后产生一个哈希值 这是一个订单信息的哈希函数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 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还有客户信息 就是持卡人信息的一个哈希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这时候就是关键问题了 也就是说 赛特协议最最最最特出名的地儿 就是说双重数字签名 那么有时候什么叫双重数字签名 不好理解 其实很简单啊 那么双重数字签名 就是我把两个签名合在一起 就变成双重数字签名了 我们看看啊 什么叫双重数字签名啊 首先 这是你的持卡人的信息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了OI的信息 OI的信息会生成一个 OI的信息的一个哈希值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份是PI的信息 就是持卡人的信息 它也会形成一个 一个什么哈希值 那么这是OI的哈希值 对吧 我们知道 那么这个订单的数据 我们说啊 这个PI当中包括的数 大家看看啊 首先是个强加密的卡的数据 那么这卡的数据包括 你的卡的这个数字啊 有效期啊 你的这个Penus和这个Penus 这两个数 我们在持卡人注册当中 会给大家说明 这两个数到底是什么 这里大家知道 有这么两个数就可以了 那所有这些数呢 我们通过强加密 就变成卡的数据 卡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强加密 其实它就是一个对值加密 然后呢 我们这还有TransID和Among 那么在这个PI当中 一定要包括了一个 订单数据的Hout 它的哈希值 然后这时候会产生PI 那么PI会有一个PiDate 那么它两个都会产生 一个哈希值 它们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双重数据签名 可能有同学觉得还是不理解 没问题啊 我们单独给它摘开了来看 什么叫双重数字签名 我们知道啊 假设简化的说 我们这是订单数据 那么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订单数据的哈希值 叫MDB 那么这个是呢 是这个持卡人的信息 那么它会产生一个哈希值 叫MDC 把MDB和MDC给它连在一起 那就这边 比如说这边是128位的摘要 这边是128位摘要 量在一起300 这是多少 256位的摘要 对吧 256位摘要 这个对这个摘要值 用它的 谁啊 大家想想 用什么来做签名啊 对了 用持卡人的私钥来签名 这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数字签名 大家想想啊 是怎么操作的啊 OI的信息 生成一个哈希值 PI的信息 生成一个哈希值 把这两个哈希值连在一起 再用持卡人的私钥来签名 就形成了双重数字签名 然后呢 我们看它是怎么样来实现 商户只能看到订单信息 而银行只能看到持卡人的账号信息 看不到订单信息 而商户是看不到持卡人信息的 我们刚才看了啊 这个发送给B B就是商户 C就是银行 大家我们这么认为啊 那么对于发给商户的信息 它有一个订单的信息 然后有双重数字签名 然后有个人信息的一个摘要 然后是什么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的证书了 这就是这个持卡人的一个 这个公钥 然后这些东西呢 我们说它产生了一个随机的对称密钥 那么这个可能是DS算吧 然后生成 把这些东西用这个随机对称密钥加密 它生成EMB 那么这个随机的对称密钥呢 哎 用谁加密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上节课 我们在最开始讲过 它用什么加密 对 怎么样形成数字信封 哎 我们想一想 它是用接收者的公钥来加密 这个对称密钥 就是它的什么 数字信封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用商户的公钥来加密 生成的第一币 同理 对于C来说也是一样 但是区别在哪呢 哎 关键就在于给C的是 就是持卡人的信息 然后双重数字签名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呢 哎 是订单的摘要 就订单的哈希值 同理 这是A的公钥 然后它还会生成一个对称密钥 那么加密生成EMC 就是最后我们讲的一样 对吧 用对称 生成一个随机对称密钥 然后用对称密钥来加密这个名文 然后用接收者的公钥来加密这个对称密钥 然后把密文和这个信封一起发回去 同样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对称密钥会用C 就是就是收单行的 或者支付网关的这个公钥来加密 成为DEC 明白了吧 大家想一想 这个就是发送给B和C 就是发送给商户 或者发送给银行 或者支付网关 它的信息 那么大家想想怎么样来验证这个信息 那么当B收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它怎么验证呢 我们看它收到这么多东西 这个是EMB 这是DMB 然后EMC和DMC 这是什么呢 大家想想 这就是EMB 这是DMB DMB EMC和DEDC 这几个东西收到之后呢 我们想 这个B 对吧 它是有什么呢 它是有商 它是有这个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想想 B收到这个东西之后 B 它是有它的私钥 对不对 它就用它的私钥 来解开这个数字信封 就得到了对称比较SKE 然后呢 拿这个SKE呢 就解开了EMB 一个EMB 就得到这一流东西 对吧 那么这一流东西 这个BOI 它是有的 对不对 它就可以自动 这是名文 它生成一个摘要 叫MDB 然后 它把这个摘要 和它拿到的这个 就是这个Pi的这个摘要 合在一起 变成MDBC 一匹儿 然后呢 这时候关键点就来了 对不对 它有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 这个双重数字签名 对吧 DS 那么这时候呢 它用A的公钥 来解密这个双重数字签名 就得到了一个这个MDBC 就是 就是什么呢 OI信息和Pi信息 它俩的摘要 合在一起的信息 然后 这时候才来比较这个信息 如果 两个相等 说明什么 我验证通过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吧 但是 它只能得到什么 这个EMB 给它解开 因为它只能通过它的公钥来解开这个DEB这个数字信号 得到SKE 它无法解开什么 无法解开这个EMC 对吧 那么反过来对于C也是一样 它只有这个它的私钥能解开DEC 拿到SK2 从而得到解开EMC 它验证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对于双方来讲 对于这个 这个收单行来讲 或者支付网关来讲 它能看到什么 哎 能看到赤卡人信息 但是它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这个订单信息 因为这个订单信息只是一段摘要 而对于 这个商户来讲 它能看到商 订单信息 对不对 但是它看不到什么 个人信息 赤卡人的信息 因为赤卡人信息也是一段摘要 所以说 通过这个双重数字签名 它就可以保证一点 什么呢 哎 保证我的商户只能看到订单信息 看不到赤卡人信息 而对于银行来讲呢 哎 它可以看到赤卡人的信息 却看不到订单的信息 因为是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个信息是要由商户发给银行的 哎 一定要经过商户转手 那么 却不能让商户知道这个赤卡人信息 所以 它通过双重签名这个手段 就实现了这一点 啊 那么对于返回就相对容易了 对吧 那么商户 商户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哎 它就提取出来这个偶爱信息 然后一部分信息就转发给谁啊 哎 这个收单行了 然后靠这个收单行 支付网关再去验证赤卡人的信息 以及他相应的东西啊 我们说这个之后呢 它返回的就包括两个啊 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trans id 没有问题 就开始生成了 对吧 然后交易完成码 那么这个交易完成码 其实是一样的啊 就是我是不是完成了 然后结果是什么 那么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这个这笔交易 通过赤卡人刷卡去实现 那么刷卡其实有两种情况 对吧 一种情况是说哎 没问题啊 这个卡上有这么多钱 已经可以通过你正常实现就行了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卡上已经没钱了 你不够支付这笔交易 那么这时候就返回失败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结果不一定 一定是成功的结果 也可能是不成功 但是不管成功不成功 它都要返回这个结果的值啊 然后所有这些结果是返回去之后 响应回去 一定都是有签名的啊 就所有的这个应答 不请求和应答 在这里大家记得都一定要经过签名 签名怎么签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谁来签名 就是用谁的私钥来签名 然后把证书带回去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买完之后 买完了是买完了 那么买完和付款是两回事 那么付款还不是一下就付 那么他有一个授权 那么这个授权啊 那么授权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这个地方呢 他的请求包括很多啊 也是一样的 包括TransID Date 然后呢 这是请求的这个数量值 这有一个机的这个地方啊 这是一个H Order H Order就是说我的订单的什么 订单的一个哈希值 然后同样还有一个OI的一个哈希值 然后这些都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购买的细节啊 然后呢 但是基地要记得啊 当商户发送授权请求到周当行的时候 一定要包括一个PI 那么这个PI是从持卡人那里来的啊 PI信息怎么样 咱们上回跟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大家回去可以一起看一下啊 那么这些东西发过去之后 哎 那么就传进去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有一个内部的操作啊 那么内部的操作是什么呢 这个持卡人他要这个PI当中 持卡人PI当中也有一个H Order 对吧 这个H Order和这个H Order 就是商户发过来的H Order 那么在持卡人这边 在收担行这边 他就做个比对 如果这两个比对相同 我们就认为双方就 错误和购买量达成一致 因为都是对同一个订单 来做的这个哈希函数 采用相同的算法 对吧 如果这个哈希函数是一样的 说明这个两个订单是一致的 因为这又防止了什么问题呢 防止说哎 我这个商户在发给收担行的时候 把这个订单改了 比如百来我买了一百件 结果商户改成十件 避免这个订单发生不一致的现象 所以说通过两个哈希值 就达成了一致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哈希值得输入敏感 对吧 只要你这个订单改了一点 我这个哈希值就不会匹配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商户方面呢 他这个哈希值和OI 已经双重数字签名了 说明商户已经是同意的了 因为有双重数字签名了 那么这个Sales Int 就是销售交易的标志 他可以选择来使用 那么授权的响应 就是说收单行在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他就把这信息解析出来 然后呢 在验证签名和这个购物细节是否一致 如果购买量不同啊 比如说这个购买量差了一点啊 这个说要求100块钱 那个是102块钱 那么就看看是否在可允许的范围内 如果在范围内之内 那就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 但是这个地方就不是Sat协议包括的事了 就收单行收到这笔请求之后 他要进行这个协议的转换 经过网关把这个数据转换到银行内部网络啊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个Sat协议是在英特尔网上进行的 而这个银行内部他有内网啊 就是金融的金融的专网 这时候呢 他通过授权的这个网络 经过协议的转换来把这个数据转移到发卡行 然后到发卡行来判断是不是有足够的钱来支付 所以说判断好了之后 把刚才我说的结果翻过来 当然这个结果一定要用什么 这个支付网关或者收单行来签名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数据用什么商户的公钥加密 翻过去 这个所有这些处理都是和我们说的一样啊 所有的响应和请求都是先生成密文 对称密钥生成密文 然后呢 这个对称密钥再用什么接收者的公钥来加密 然后发过去 然后签名的话是谁发 用谁的私钥发 用谁的私钥来签名 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上回讲 上面以前讲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规定好了信息的格式和响应的时间和顺序而已 那么授权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啊 他会生成一系列的这个capture token 这就是付款的这个凭证 那么这个付款凭证就类似于我们这个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学去坐过上海的地铁 那么上海的地铁它不是像北京地铁是一个是一个卡卖票 它是卖了一个小的一个圆牌对吧 小圆牌一贴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圆牌就是个令牌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个令牌 那么这个令牌反过去之后 其实相当于买了票 你接着这个令牌 其实就和钱一样 就可以付款了 那么所有这些信息呢 通过这个收单行来签名之后 把这些信息就返回去了 结果结果就都返回去了 这就是授权的请求和响应 然后呢 这时候呢 这个响应发过去之后 就要回送给商户 商户就会把这个capture token 就是付款凭证留着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授权和这个支付 不是同一时间 当然你可以同时做 也可以不同时做啊 因为在商务活动当中 我们有些时候是 现金一笔一笔交易 但更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叫做批处理 就是我一个月结一次 或者一周结一次 或者多长时间结一次 因为商户和银行之间 这个交往很频繁的话 不可能也不需要 我每一笔实时结算 那么可能我就是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统一结算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付款信息 对吧 那么付款信息 这个地方就干输了 你可以单独一次处理 也可以一批量来处理 那么如果是批量处理的话 其实我就拿一大堆的capture token 付款凭证 发给收单行 收单房 发给 经过处理之后 和发卡行进行清算 我们说这个cleaner 就是清算 清算好了之后 把相应的凭证返回来 说明这笔账已经结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算 付款完成了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说 这样支付宝买东西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把钱付到支付宝 那个对方发货 那其实当我们没有收到货 没有确认之前 这个并没有完成清算的问题 清算的过程 你的钱是在支付宝 也没有到任务上 也没有到商户那 也没有在你边 对吧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那么当你知道这个capture 只是发了这个付款 这个token之后呢 并没有直接支付 而是在你进行付款信息 请求之后 那么他和发卡行 完成清算之后 这笔钱才算真正的付完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发卡行 才会对这个支付交易 进行实际的操作 授权的时候 并没有直接操作 而是在付款的时候 才会进行操作 那么付款信息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把一些相关的付款凭证 其实就传回去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相对简单 我们就不细说了 那么这个就是 他的付款这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地方你发过去之后 也一定要有商户签名 对吧 用他的收单行的公钥 来进行那个签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Sight协议的这个购物流程 购物流程其实也就简单 第一个就持卡人注册 然后呢商户的注册 然后购买的请求 支付的认证和支付 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了 购买请求 对吧 支付请求 对吧 那个购买请求 对吧 还有那个授权请求 这就是授权 然后支付 这三个部分刚才我们说过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说 就是注册这一块 那么注册这块 其实是一个先期条件 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了 对于Sight协议来讲啊 你开始之前 各个参与方 持卡人 那个商户 收单行 发卡行 那有第三方的 那个第三方 或者是那个支付网关 必须全部得有什么相应的证书 所以说一定要先注册 那么这里比较复杂的呢 就是这个持卡人注册 持卡人注册是最复杂的 其次商户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这里只以持卡人注册 给他讲一下 那么剩下的时间 大家感兴趣可以再去书 后面再详细看 我们在课程就不说了 那么对于持卡人注册来说 一共包括六个主要的步骤 六大步 第一步 初始化请求 第二步 初始化响应 第三步 索取注册表格 第四步 发送注册表格 然后索取证书和发送证书 就这么简单 初始化表格和证书 我们知道 每一个都有一对 就是请求响应 请求响应 请求响应 那么分别对应的初始化 然后呢 注册表和证书 简单说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先看 那么对于这六步来讲 第一步持卡人注册 第二步呢 那个收取响应 第三步 请求注册表格 第四步 收取表格 储求证书 然后 然后生成证书 这几块 我们先看第一块 吃卡人 初始化 那么初始化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发送一个初始化请求 给这个证书的认证机构 发一个请求 那么证书 这个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它就会生成响应 那么这个响应之后 这个响应 一定要是数字签名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整个 这个响应 生成一个摘要 然后用它的私要来签名 这个我就 以后就都不说了 所有的 所有上面的操作 只要涉及到这个东西 都要先 生成签名 然后呢 验证证书 验证证书 大家想想 我们以前说过 验证证书要几步 先是验证证书链 对吧 然后证书的这个 有效期 然后它的序列号 然后它的什么 这个策略 以及它的CRL 这些都要验证 对吧 所以这个以后 我不说了 只要是 涉及到证书 都要先验证 然后呢 再进行处理 那么验证好了之后 下面就 它就缩取这个表格 那么这时候 它呢 施卡人 收到想象信息之后 又缩取这个注册表格 那么为什么要升起 这个注册表格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对于不同的品牌来讲 比如说招行 比如说建行 比如说工行 它的这个注册表格呢 是不太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证书认证机构 要根据你的请求的 这个结果 来发给你不同的表格 我这些地方大家要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这个证书 产生这个注册表格之后呢 把它发给谁啊 把它发给这个 这个 就是持卡人 那么这时候也是一样 我就不再细说了 它都要进行这个数字签名啊 把表格签名啊 这 发过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比较复杂了啊 持卡人收到注册表格 来缩取证书 这个地方呢 就要生成一连串的东西 把这块东西 我们先不看着字啊 我们下面通过这个图 来说清楚这个事 那么当我持卡人 我收到这个表格之后 那么我下面要请求证书了 对吧 那么请求证书 我们知道 证书一定要是生成一个公私药 就是要根据生成一个公药 生成一个私药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 这个时候呢 我生成这个公私药 其实不是自己生成的 大家一想 一定不是自己生成的 是软件帮你生成的啊 那么我的私药 我就留着了 对吧 我不能给别人 对吧 那么我要干了什么事呢 这个东西要复杂点啊 大家看 这个是注册信息 我填完这个表 我留着了 把这个注册信息 然后我不还生成了一个公药吗 把这个公药也放进来 然后把这个 我还生成了一个随机的对称名 把这三样东西合起来 我们称之为是注册请求啊 这项大家注意啊 注册请求是三个东西啊 注册信息 公药 还有它的随机对称名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 我用哈希算法生成一个摘要 那么这个摘要 用我刚刚生成的这个私药签名 就对应了这个这个公药的私药 来请求 就建成了一个签名啊 然后所有这个注册请求 用随机对称名药二来加密啊 生成了一个加密的密文 这个地方很容易理解 对吧 我们一早说的就是 对吧 用对称名药来加密这个名文 然后呢 用私药来加密这个摘要 这个没有问题 只不过在这里 名文包括了三样 注册信息 公药 还有随机对称名药一 好吧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然后呢 生成这些东西之后 他把这些东西 哎 要通过什么发过去呢 还记得吧 我们当时说了 生成这些东西 要生成一个数字信封 发过去 那么数字信封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啊 我们最开始说的信封 是用接收者的公药 加密的什么 对称名药 这是数字信封 但是其实这个信封里可以放好多东西 在这里呢 我们就放了 多放了一个东西啊 一个 叫做随机对称名药二 这个是没问题 正经该放的 但是多了两个 一个是账号和过期日期 我们说每一个持卡人 他都有一个账号 对吧 就持卡卡号 还有过期日期 这两个是很关键的数据啊 这个地方放进去 然后还有一个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那叫PINNAS 客户端的随机数 那么把这些东西都放入到数字信封当中去 然后把加了密的这个密文 数字信封和请求的签名啊 这三样发给CA 其实这三样就是我们在最早密码学的应用当中 出的三样 密文 数字信封和签名 一起发给CA 好吧 那么CA收到他 怎么操作呢 我们看 是这样操作的 CA收到他之后 首先 哎 刚才说是持卡人生成了一个随机数 对不对 CA也生成了一个随机数 那么这个随机数就叫PINNAS 就是持卡 CA生成了随机数 然后他把持卡人生成了随机数 这是两个随机数了吧 对吧 CA生成一个 持卡人生成一个 这两个随机数 我合成了一个保密值 这个保密值很重要啊 在以后做的验证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时在读PI的时候 我们是要有一个PINNAS PINNAS和PINNAS 他俩是要做一起来做验证的啊 少一个都不成啊 所以说这个保密值很重要 那么这个保密值 我本身并不把这个保密值给做出来 我把这个保密值 还有账号 还有过期日期 大家还记得吧 账号过期日期 他们三个一起做哈希函数 生成一个安全码 哎 三个东西生成安全码啊 保密值账号和过期日期 那保密值是两个事组成的 一个是持卡人的随机数 和CA的随机数 而生成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东西稍微复杂点啊 他其实 他就不传递实际的数 而是传递这个安全码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安全码 然后CA生成的随机数 还有这个信息的响应 这三个东西 这个响应这个东西呢 我用随机对称密钥医加密 发送给持卡人 没有吧 这个地方大家想想 我是用随机对称密钥医加密 这个随机对称密钥医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大家还想的吧 他是在这个注册请求当中 我这个注册请求当中 有一个随机对称密钥医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是由持卡人生成的 对吧 他所以他自己就有 他不用再发了 那么他这个时候呢 他就用这个随机对称密钥医 把这个安全码 生成的随机数和信息响应 发送给持卡人了 好吧 那么持卡人收到他之后 他就可以留着他了 留着他之后 我们说他就保留了 这个数 这个PIN就有了 这个安全码也有了 并且这个响应也有了 他就拿到了这个证书 所以说这个证书 发过来之后 他其实带着是什么呢 带着他的响应 和这个CA的随机数 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安全码 是保证他的安全性 所以说 在持卡人注册当中 持卡人收到证书之后 他一定要存着 这个CA的随机数 那么这个随机数 他同样会 他加入自己的随机数 生成这个保密值 这个保密值 会在一起 再用PASS算法 生成一个安全码 这个安全码 会放在PI当中去的 那么在我们当中 对初日化请求 和购买请求当中 都会用到这个保密值的 也会用到这个安全码的 所以说他这时候 就可以来接下来使用 并且他也保存了 自己的证书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持卡人注册证书 就满钱了 他保留了保密值 还有这个证书 以后在我们刚说的 这个购买请求 在授权当中 购买请求当中 可以来使用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个SIDE协议 主要的内容给讲了一下 那么其实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商户注册啊 等等 持卡人状态查询呢 这个东西就相对简单 我就不太可能讲了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